我们以直线来讲解 我们做左弓箭步 这个灯 灯鞋起来以后我们要带动 我们意识形态 去怎么理解把后腿带到前脚下落下来 怎么为平落 怎么为平起 所以说今天课程我来讲解 我们要通过你的胯 你的膝 你的脚踝 你的脚 把脚带到前面来 怎么去做呢 通过你的意识形态 通过你的思想来 保持你的下三节的用心 也就是说 我们在用心下三节的时候 取决于你的动作的要领 你又没有这个知识 所以我们在做平起的时候 要提胯提膝 扣脚踝 扣脚踝 这个脚踝角度是45度脚 这个脚踝的角度是45度脚 我们扣脚踝 在起的时候 提胯 提膝 扣脚踝 然后平起 以千分之脚并拢 叫磨镜 磨镜 磨镜后以膝关节为周成 形成了个剪刀部 平起 平落 起 落 这个过程 平起平落 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八卦掌汤 尼布的割接中的所有的要义 所以说 内加权的一些理论 它是指导事件的 但是理论 你怎么应认理论 是要老师讲解的 太义权将起撑开合 一起一落 就完成太义权所有的要求 八卦掌椅是一样的